生活有意思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云门舞集舞蹈教室的老师 游文金 今天很开心再次的邀请文金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来带一个肢体上的练习 今天我们要练习的事情很简单 但是也不简单 叫做走路 走路需要练习吗 你看我们的脚底盘 如果在很多中医的说法是 它是很多穴位气脉的地方 可是因为说我们现在的脚 常常都是放在鞋子里面 因为地板脏 因为很多地方担心 所以其实我们的脚 它在一个框框里面 它其实一直带着我们的身体 到处去走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你的脚底 我都会跟我学人用两个话来形容 一个叫脚踏实地 一个叫做不着边际 这个其实都在形容一个人做事的样貌 但是如果回到身体面上 它其实就只是说 你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 就大概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做事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法了 脚踏实地跟不着边际 就用这两句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吗 我觉得可以耶 因为我会跟学员分享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路 是用拖着走的 它其实形式上真的不是拖拖拉拉 而是它可能比较观察型 所以它的身体的重心都会放在比较深厚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走路 它比较放在脚掌的前半段 或是脚趾间的 他这个人做事应该比较积极 或者是他的个性上 比较希望有效率地快速完成 所以如果看到这样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的学员说 你如果在工作上碰到这样子的人 可能你也要试着把你的步态 放着跟他一样的时候 连同你就会了解他脑袋的思维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想象了 这个有趣耶 我曾经听过一个演员的训练方式是说 如果你要演某一个阶层的人 你就先去学他的身体做了什么 先不要去讲那个台词 你就去学他身体做了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对 而且我们其实在教室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在上课当中 为了要让彼此之间觉察自己的身体 我们也会先从模仿别人开始 模仿别人的走路 模仿别人的动作 后来我们有一堂课真的就很简单 我就请学员 一个人在前面 一个人在后面 后面的人要完全地复制 前面的同学的走路的方式 他的重心 他摇摆的频率 后来当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请前面被模仿的学员 退到旁边去观看他被复制出来的样子 大部分人都说 我有这样吗 我是这样走路的吗 我觉得我走路很挺拔 我没有这样子吧 后来后面的人就会说 用他的原本的身体去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子的走路脚跟好痛 或者是我觉得这样走路 我整个人都一直在晃 或者是有人就会说 我觉得这样走路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把重量放在哪只脚 所以光是从走路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可以练就到自己 除了身体的平衡之外 其实他会看到一个人的 个性的觉察 所以今天文婧老师 要特别帮我们带一段小练习 就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要怎么练习走路这件事情 其实在走路之前呢 我会反而先让大家 就是可以把鞋子脱掉 后来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你就让你的脚底板 完全的好好的站在地面上 后来你可以低头先去观看 自己的脚掌 你会发现越自然的方式 你会发现 可能你的脚大拇指有点外偏 或者是你的脚趾头 是比较卷曲起来的 甚至是你可能会发现 我的脚趾头的长度不太一样 或者是你会发现 原来我的脚是如此的宽大 先观察 对 先观察自己的脚 然后呢我就会让大家自然的 你可以在一个家里面 或是胡言就可以开始走路 当走路的时候你也不用多想 接下来走了一阵子之后呢 你可以颠着脚走走看 只用十只脚趾头在地板上 推动着地板走路 你会发现你的重心在改变 甚至是你会发现 哦 原来我的十只脚趾头很有力量 或者是 嗯 我的小拇指没有办法碰到地板耶 那走了一段子时间呢 你可以再试着 勾着脚走路 勾着脚走路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大人很少做 勾着脚走路 对 但是小孩很会做 那我曾经勾着走路的时候 我的成立学员告诉我说 老师勾脚走路 我的脚跟好像针在刺一样 我完全没有办法走每一步路 每他一步我就好想要坚强 那我还是告诉他说 你坚持地走走看 因为在走的过程当中 你的身体会帮你平衡 你的身体会去帮你吸收掉 你觉得疼痛的方式 他们会很主动地想要帮助你 那在走完了勾脚 当然你的脚板的外缘 你也可以试着走走看 把你的全部的脚趾头都翘起来 用你的脚掌的外边缘 我觉得我很会 外边缘 可是有人不会动哦 有人走不起来 他会说他的脚没有办法翻起来 后来再用你的脚掌的内边缘 走走看 很像那个内巴的脚 当这样子前后左右都走完之后 你再重新一次回到正常的好好走路 你会发现你的脚底盘会很像章鱼的吸盘一样 它可以无限的扩展 无限的打开 那走了一阵子 你再安静的让自己站着 你会发现你的脚底盘很像大树的根 它可以吸取整个地板力量 后来你就可以扎扎实实 好好的好好的站着 这真的就脚踏实地了 对 这真的就是脚踏实地 OK 所以这个练习其实也帮助我们 去感受一下我们那个脚底盘的每一个部位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走路还是要有正确姿势 对不对 所以到底该怎么走 叫做好好走路呢 其实在正确姿势里面 我都会跟我的学员说 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只要谨记一件事情 就是脚跟脚掌脚趾尖 一步一步往前走 因为光是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说 老师那到底要先从外侧还是内侧 对 我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就去想 你的脚底盘很像一个擀面棍 没走过去 你就是按摩你的脚一次 只要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走 无论你是怎么样子走路的 其实对你的脚底 都是一个很好的按摩 很好的呵护 对 好 平常我们觉得 不需要太在意的走路这件事情呢 今天被文静老师一讲之后 我突然间觉得 我的脚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就从我们上次讲说 觉察身体 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走路呢 其实都是一个觉察的动作 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没错 今天非常地谢谢文静老师 带我们来练习走路这件事 谢谢文静老师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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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